特區政府竟然要立國那法,逼香港人一定要愛國,尊重國家,不是就犯法。 是不是要將中華人民共和國等同上帝呢? 冷靜點做牧師,只要讓兩秒鐘烏騰主任收了我的聯署,我們馬上就走了。 為什麼做牧師這麼硬頸? 這樣太無賴了,你們這樣太無賴。 我看到你的邏輯是按照林國章的證書,去撤銷林國章的會友的身份,這個不需要讓他回答。 你不要在這裏,你不要經常對著,因為你不是正常的部體,我要再說,你不是正常的部體。 拒絕麻木根蟲,堅持聖經公義,這個是激進改革派基督徒節目《門徒公義》,主持 哈里,哈里,Ernest,Erik Ma,Erik Kopp,Winnie,Oreal。 好,又到《門徒公義》的時間,我是Erik Kopp,我是Ernest。 今晚我們很開心,有一個我們《門徒媒體》的作者,鄭俊希來到我們當中,接受我們的訪問。 阿俊希,你介紹一下自己吧。 大家好,我以往主要在《門徒媒體》裡面,去寫一些評論去分享。 第一次就是上網台節目。 那麼緊張呢? 有點緊張的,所以多多時間。 不用緊張的,因為我們今集都是輕鬆的形式,聊聊天,好嗎? 其實我們一集都輕鬆的。 好,今天我們主要就是談這個UCC的事件。 不如我們請阿俊希和我們介紹一下UCC。 UCC的全名就是散成網上教會。 你們聽到就是網上這個字,都會和網絡有關。 他開初的時候,都是透過網絡,特別是在Facebook,去做一個牧羊。 譬如發一些宣傳的帖子,一些金句,或者是透過一些留言,去回應一些網民,一些基督徒。 後來一路一路發展的時候,就發展到實體教會。 逢星期日的黃昏,就會有崇拜。 每個月第三個星期日就會有論壇。 即是三一論壇? 是的,就叫做三一論壇。 而且他也很著重服侍一些弱勢社群,特別是勞肅者。 所以他們逢每個月的第一個星期,就會去深水埗通州街的橋底去港道。 他們的崇拜,也包括港道。 之後就會去派一些物資給深水埗的勞肅者,去關心他們。 他們的發展都很快。 發展了短短幾年,我想三四年左右。 現在連來增設了星期六的崇拜,專門牧羊青少年,叫做閃崇。 而且本來的傳道人,全部都是義務的。 後來一六年的時候,有一位全職的傳道人,即是快要去按摩的朱有成。 然後上年,應該是九月,就多了兩位傳道人。 他們叫做文化宣教士,透過文化去牧羊青少年。 他們的第一次崇拜,其實很創新,是一個音樂劇的崇拜。 是,音樂劇崇拜,OK。 其實呢,我也曾經去過UCC。 你曾經去過UCC嗎? 是呀,UCC剛成立的時候,我第一次聚會是參加過的。 我當初很認同那個吳搶陽,我們是歡迎大家有自己的舞會。 然後來到我們這裡,就當作陪寧會。 是,OK。 但後來因為我發現,咦?不對勁啊。 為什麼會實體教會不搶陽呢? 所以我慢慢就,不知道為什麼啦,又時間不夾啦,所以我就沒有了。 OK,那阿俊欣,也想問你一點點,你的舞會的背景是什麼? 你以前舊的教會是什麼?是哪一間教會? 哪一間就不說了。 其實我從基耀派的教會去到吳巡宗都有翻過的。 以往的教會是比較著重是時工發展。 譬如是靈魂得救,去傳福音。 對一些社會公義和政治的事件,相對地就是比較少去著脈。 不過就是信徒可以自己有自己的政治立場。 你喜歡去六四的晚會,甚至是去佔中,教會是不會阻止的。 甚至因為有些人是因為去雨傘運動裏面有一些問題。 譬如是被人搏頭搏,搏到流血。 全都會去關心。 不過,因為公開就不會說太多。 譬如當時有一些家屬是有警察背景的。 也會比較激動一點。 哦,即是傳統的藍絲。 不一定是藍絲。 其實一些有規模的教會,黃絲帶,藍絲帶, 或者比較中間的信徒,什麼都有。 所以就是對一些社會議題又比較低調一點。 也是那一句話。 就像普羅的教會,比較著重全福音,靈魂得救, 以及一路去發展教會。 那後來你為什麼會選擇出席UCC的聚會? 我記得在2016年9月,去回UCC。 其實我之前一段時間,健康出了問題。 健康出了問題的時候, 無論我上班還是上教會,都有點不穩定。 去到2016年,我覺得我自己的健康相對地比較穩定一點。 亦都是想在尋索一個信仰的路。 所以就犯UCC。 當時正值盛傳第五次人大釋法。 而且是人大主動釋法。 其實就是犯了基本法。 當時我很驚訝的是,很多不同的中派, 連一些很保守的中派,譬如平安福音堂、聖宮會等, 都會有信徒去自發聲明,去反釋法。 記得這個。 但我教會不單止,就是我的舞會, 對這件事是沒有任何的提點, 連一些代討事項都沒有提到。 沒有提過嗎? 完全沒有提過, 而且我祈禱會是為一帶一路祈禱。 那真是糟糕。 那我在一帶一路祈禱會, 一路祈禱的時候, 我心裡在想, 人大會即將要主動釋法。 又很羨慕其他的中派。 所以我就來到UCC那裏, 因為UCC那時候也有發聲明。 哦, 即是你原初, 即是你未發生這麼多事之前, 其實你初初對於UCC有什麼期望? 即是你由一個機要派, 即是進入UCC那裏, 其實你原初期望是有什麼? 不如我想有一點點補充一下。 好啊,沒問題。 最機要派的是中學那時候, 被中學老師帶回來, 後來比較穩定的, 都是一些不群眾派的教會來的。 對於UCC有什麼期望呢? 其實我的期望不複雜, 其實都是陳龍斌和朱有成所說的。 因為陳龍斌在UCC崇拜, 很大聲地說, UCC是包容不同的政治立場。 當然他的政治立場, 一定是黃絲打的政治立場。 因為他很其次鮮明, 一間的散後教會。 正路就是無論是一些泛民, 或者是本土派都包容的。 另外一件事就是, 他一次吃飯的時候, 我問他下次有什麼聯署的時候, 可不可以用UCC信徒的名義去做聯署。 陳龍斌就說, 可以,當然是何以, 但你撐警就不要用了。 後來就會覺得, 為什麼Carrie用UCC人的身份去聯署他們, 會說他會說飯骨仔。 哦,這個證家會會說。 這個陳龍斌所說, 譬如朱有誠所說的, 都是我的期望, 就是大家彼此學習, 交流不同的看法。 明白。 一種真團契。 OK,OK。 那對於陳龍斌, 朱有誠, 即是屁幕, 你是怎樣認識他? 如果你是第一次見陳龍斌, 在2013年, 我是去崇基神學院一個廣座, 去做一個採訪。 哦,採訪。 OK。 那時候有一個佔中, 好像佔中研討會, 還是廣座。 D-Day。 是的, 他就是講啟事錄。 他也有跟我打招呼。 然後再隔多幾年的時候, 即是完善運動過之後, 我就在橋底去認識他。 是的, 他也很友善的, 主動去握手。 第一次見到他的時候, 他坐在我旁邊, 他說, 你第一次去UCC, 我請你吃飯。 哇, 這個很吸引。 是的, 還有就是, 譬如有些信徒會搞一些卡拉OK, 去K-Po-Fay, 他會去的。 是的, 其實那時候, 他在我旁邊, 唱K-Po-Fay也是在我旁邊。 我也覺得, 我是一個中大的教授, 一個聖經學者, 跟我一起吃飯, 唱K-Po-Fay, 他沒有什麼價值, 所以我也覺得, 他的印象是不錯的。 那朱又誠呢? 你也是東騎士, 差不多認識朱又誠的, 是嗎? 是的, 也是去UCC, 橋底崇拜, 然後再去一些, 他在觀塘都有租地方, 一直去吃飯, 後來隔了一段時間, 才知道他是一個全職目者。 哦, 那你對朱又誠的印象, 其實也是跟陳豪斌差不多的嗎? 都不同的, 他們兩個, 初初給我的, 他的特質, 性格都不同。 但是, 朱又誠, 他給我的印象, 他是很謙和的一個人, 他謙和得來, 我覺得他接納不同的意見。 甚至, 譬如, 有一次他講到的時候, 譬如說一些, 有一些妥協是不對的。 我不是很記得, 他是不是說不對的。 他類似說, 不應該有一些妥協。 在崇拜回應的環節, 他在UCC的崇拜, 其實是每次有一個, 握咪給信徒回應的環節。 是的, 公開回應的。 是的, 那是他們的特色來的。 我舉了兩個例子, 一個是因為有位的前議員, 因為他不妥協, 他堅持一個職員去復工, 結果職員, 始終都是復不到工。 另一個是因為妥協而失敗了。 另一個就是, 另一個政治人物, 因為他妥協, 最低工資, 就不堅持33, 35元, 28元, 妥協了。 終於爭取到最低工資。 其實我在這裡, 找多個角度思考, 其實我的意見跟他不同。 但是他會公開說, 都謝謝你, 你的意見。 是的, 他會說每次信徒的回應, 我都覺得是獲益的。 甚至是有一些講座都說, 其實信徒有一些意見的時候, 我們都會去接納, 甚至罵我們, 扔招。 當然他是比喻, 但是我們都不介意。 他當初給我的印象, 的確是這樣的。 不過, 你說到你當初認識的陳龍斌, 之後就是這樣。 但是後來陳龍斌變了, 他也曾經聲稱自己, 說自己是唯一一個, 去聲援一位魚蛋革命被捕的林順軒, 又無端端說他的同事公立人, 只是會寫書, 沒有做過怒縮者, 甚至說自己被政治打壓, 所以被中大炒魷魚。 你覺得陳龍斌人格上是怎樣? 我會覺得,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有沒有變質, 還是他一向都是這樣。 但是他給我的印象, 的確是一路一路變差的。 是的, 林崇軒那件事, 他很多次這樣說, 是全香港只有他唯一一個, 大學的教授或老師, 支持林崇軒。 但是, 時代論壇和香港獨立媒體都有報導, 其實崇基神學院全體的老師, 都是支持, 甚至發過公開的聲明。 他的院長也是很支持的。 是的, 而陳龍斌接受訪問的時候, 他說他是代表崇基神學院, 他其實是代表人, 但是他之後, 就不斷說他是唯一一個, 其實是很有問題的。 他作為一個聖經的學者, 你知道, 其實你做學者, 你要去做一些Foodnote, reference那些, 是要去很準確的嘛。 是啊。 有份reference, 有份文獻, 就是時代論壇的報紙, 就報導他是代表, 但是他在說的時候, 在說另一套, 那就是說謊了。 是啊。 是的。 OK, 那又無緣無故說公立人, 沒有做過老宿者, 好像很侮辱他, 你覺得這些有什麼問題? 這個, 我首先去回應公立人教授那裏, 我是好像回到三一論壇, 我曾經聽到這個說話, 就是公立人教授, 就是我的同事, 公立人就是會寫書, 寫一些邊緒人, 是的, 我真的去橋底, 去服務老宿, 去陪老宿者睡的, 這樣。 但是我換一個角度, 我試試換一個角度, 姓小眾, 陳隆斌, 他在UCC群組裏面說, UCC是和而不同的, 你撐同和反同, 大家都和而不同, 如果公立人教授, 這樣去講陳隆斌, 假設的, 就說, 那個陳隆斌, 就是會在群組裏面說, 和而不同, 我真的創立中樂教會, 去牧養姓小眾, 行不行呢? 不是這樣的, 其實大家有不同的服務對象, 按照自己的使命, 和感照, 亦都不可以因為, 不可以罵別人, 去讚自己, 我覺得這個真是很有問題, Eric, 你怎麼看呢? 你聽到, 鑿器說到, 陳隆斌在公開罵他的同事, 你作為他的同事, 你被陳隆斌這樣罵, 你感受怎樣? 其實我第一個反應, 會想起聖經說, 我們不可以爭敬, 當他這樣說的時候, 他就拿自己來和別人比較, 其實他已經是反映了, 他自己是一個怎樣的人, 你覺得呢? 我覺得是, 我覺得他是一個很自義, 很個人主義的一個人, 其實聖經是一個, 或者基督教是一個很群, 很講群體的宗教, 沒錯, 譬如, 在出埃及記的時候, 其實, 摩西帶領以色列民, 去應許之地途中, 遇到亞馬力人攻擊, 其實在出埃及記, 十七章十一節, 摩西何時舉手, 以色列人就得勝, 何時隨手, 亞馬力人就得勝, 摩西對手一發遠的時候, 阿倫和護爾, 扶著摩西對手, 其實是摩西作為一個領袖, 背後是有一群人, 是撐住這個領袖, 而陳隆斌, 是有人去撐住他的, 譬如是上街, 撐住林崇軒的時候, 一群神學院的老師, 撐住他, 撐住他那些全部是猛人, 是院長, 是他的前輩, 公立人, 是他的前輩, 是他的副教授, 是他的副教授, 高級過他的, 都是一份子撐住他, 為何不是說, 我很感激, 是崇基神學院, 是全香港唯一, 是全香港唯一一個學系去撐, 林崇軒, 我希望可以做一個感染力, 其他大學教授, 其他學系, 都跟我們崇基一起, 有一個合一的精神, 去守護, 出頭了, 那行不行呢? 為何要不夠說自己? 很強調自己, 講到這裏, 到這裏 上年的7月8日, 善樂堂發生了一個半變奪堂的事件, 因為林國章莫斯, 無端被善樂堂解僱, 你發覺呢, 從7月8日到現在, 當時UCC曾經三次我們都報道過網絡欺凌袁師母 有幾件事發生了 我想問回當時UCC內部 他盲撐陳龍斌朱又誠的情況是怎樣的呢 因為我都聽你約了都提過 好像盲撐的情況都是有這個情況 但我也想知道具體情況是怎樣的 首先我要說回當時我已經停了UCC很一段時間 連群組我都退出了 其實當時因為我自己教會的事縫比較忙碌 我已經停了 我其實也想抽點時間回去 怎知道一回到他的時候 我上未回去已經是出現了這個情況 當時我的UCC的弟兄盧俊宇跟我說 他因為寫了一封 投了一篇稿去滿途媒體 我需要勇氣的 我需要勇氣的 因為投了這篇稿 他作為一個UCC人 他去聯署 就被長老家信徒罵他 是假人 假義 是假人 假義 是假選票 假人 假義 反骨仔 嘩 他跟我說 他哭了出來 那時我 其實我很驚訝 是 其實因為我 他投篇稿之前也問過 我說你小心點 我知道他們一罵人的時候 一窩蜂罵人 我預料是這樣的 但想不到字眼會強烈到 簡直是反骨仔 真的很大誤 而講反骨仔這位長老 我知道是他的時候 我很驚訝 因為我一直很欣賞他 你跟那位罵盧俊宇反骨仔 那位長老是怎樣知道他 其實都是透過盧俊宇知道是他 其實我很後線紙 因為最初盧俊宇都沒有公開過 哪一個罵他們 後來我再看知道是他的時候 因為這位長老其實是很好的 他未做長老的時候 已經會關心新一代 會主動約一些青年去吃飯 會去大茶經 特意煮東西回來吃 他都很博學 他是一個崇基博士生 他碩士學位GP4.0 4.0 厲害厲害厲害 是全校第一 厲害厲害厲害 也是在基督教裡面獲獎 是有地位的 但是因為這件事 他說反骨仔 當然還有其他的話 所以我是很驚訝 為何會變成這樣 反骨仔是黑社會的用語 我又不會說他們真的是黑社會 我只可以說 如果真的好聽一點 可能他們真的太愛陳隆斌 不是好聽的就很愛陳隆斌 不是好聽就叫萬賊 沒錯 還有記不記得 陳隆斌說過 UCC是接立不同的政見 還有朱有誠說過 要給GMI信徒說話 但為什麼會這樣呢 是的 老實說 剛才陳隆斌說過 UCC絕對是歡迎人去聯署 善樂堂獨立調查委員會的聯署 其實很溫和 是的 非常溫和 要求善樂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 他找誰都可以 找一群人支持善樂堂的人都可以 其實是他們找的 是的 我們也看到 當時陳隆斌 在10月21日 袁師傅跟我們交聯書信 當天開了Facebook Live 又罵我們門徒媒體 是不正常的媒體的時候 那群UCC人有什麼反應 我想霸一霸 正如我剛才所說 我沒有回UCC 那時候我不敢回 嚇死我 我當然了 我看Facebook Live 都是看 看一群人在罵 師母他們 我不太記得 都是那些字眼 是那些人 都是差不多這些字眼 我不明白為什麼 人家遞封聯署信 你摺了一摺便可以 為什麼要拖這麼長 為什麼要拿一部機器 為什麼要門徒媒體 或者一些快必 我記得 提起快必 我就記得 有個人 有在UCC核心的信討 在罵快必 快必 這個人 應該是和 黃毓民 和雙王一夥的 黃毓民和黃楊大 你知道其實快必的立場是怎樣的 知道 怎麼會這樣混亂 那個信討 都是什麼的 都譬如說 門徒企中聯辦 密載 密載 不知迫伯還是怎樣 密載攻擊二人陳隆斌 厲害 這個信討都什麼的 都試過冤過我 是葉普成的 罵過我 有一次就是他很賺 他很喜歡劉小禮和自決派 有一次陳隆斌 小禮老師去橋底 好像是橋底 派杯麵給露宿姐 但橋底沒有熱水沖杯麵 我在WhatsApp群做 就說 我聽到杯麵兩個字 我明了一下 一句而已 這個信討就在罵我 狂罵你 又沒有說狂罵那麼誇張 但朱又誠是什麼 他幫我說 其實我所說的都是很客觀的 他就說 葉普成攻擊自決派 你看 說我是葉普成 說門徒企中聯辦 即收拾散黨的錢 快必系統 但是你知道快必那個天我天有天節目 以前有一部分叫做什麼 那個叫做 是不是叫做 掃王急線風 為什麼會這樣 經常混亂一下 是啊 有時候是這樣 我記得 他還在罵 不如我聽盧俊宇說回來 他在罵盧俊宇 被鬼上身 要跪在那裡 向陳隆斌牧師道歉 哭 上次訪問也有 還有他聽盧俊宇說 一次這個信討 看到盧俊宇 他就說 俊熊不回教會 都是因為你 你帶壞他 嘩 但對著Carrie就說 你小心啊 鄭俊熊這個人 嘩 什麼都被他說了 俊熊我有一點好奇 聽你的說法 UCC的人 是否沒有獨立思考能力 可以這樣說 不可以這樣說 OK 其實UCC 其實有教會有好人 有一些相對地不好的人 我不想說 UCC是壞人 黑社會這樣 但他們變得很極端 也有些人 其實我覺得 相對地會比較理智 OK 譬如我拿我們教會來做例子 我會這樣問 譬如我們講同性鳥議題 我們教會有些人很支持 有些人很恐童 但是 都存在的 沒有一面倒的 但是 我聽你說 現在他們 無論罵誰的時候 好像都聽不到 有另外一些聲音 是不是 另外一些聲音 譬如我想有時間回去 都不敢回去 我覺得是受陳隆斌影響 因為陳隆斌他人是這樣 好 時間差不多 我們問了一條 其實UCC裏面有什麼核心人物 其實核心人物就是 如果你說領導層就是一班長老 其實這班長老 其實有不少是 或不說不少 一部分是陳隆斌目司 和劉翠玉博士 一兩夫婦 以前在崇基教書的一班學生 後來畢業之後 就去不同教會去目會 亦都有心去 在牧養自己教會之餘 義務去牧養UCC 有心的 他們是好的 是的 還有就是 其 亦都有一班核心的信徒 包括剛才我所說的那位 當然也有些是 有理智 有思考能力的信徒 還有 也都是 有一位長老 是我以前 舊教會的傳導人 好 好 那 第一節先談到這裡 第二節回來 繼續 爆更多的內幕 好 大家不要走開 回來再見 拒絕麻木根叢 堅持聖經公義 這是激進改革派基督徒節目 門徒公義